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众多银勇北湖山山水的诗词作品中 唐代诗人王湾的这首五颜绿诗《赐北湖山下》 可以说是一首传唱千年经久不衰的名作 那么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初春的时候 诗人在北湖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朝平暗阔的壮丽景色 抒发了作者深深的思乡之情 我们先欣赏一遍这首诗 四北湖山下 唐 王湾 刻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 朝平两岸阔 风筝一帆旋 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香书何处达 归艳洛阳边 北湖山不仅因为得天独厚的风景文明 更因为它沉淀的人文历史而文明辖尔 那么三国时期刘备与东吴联姻的故事 就是在北湖山的甘露寺举行的 北湖山上的多景楼与黄鹤楼 岳阳楼齐名 是长江之宾的三大名楼之一 那么多景楼是北湖山上远眺风景的最佳处 宋代大书法家米福为此楼书写了 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匾额 历代文人默克为北湖山的人文历史 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尤其是在宋代 像欧阳修 苏氏 米福和陆游这样的文人名士 都曾经登临北湖山 他们寄情山水写下了很多与北湖山有关的诗歌 那么这些传颂千年的山水诗歌 为北湖山的人文增添了斑斓的色彩 唐代诗人王湾的《赐北湖山下》 可以说是这些诗品中的佳作 王湾出生于洛阳 学识渊博 是圣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公元712年考中晋士 作为一名北方诗人 刚入仕途的王湾往来于吴楚间 被一路的江南壮丽风光所倾倒 曾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 《赐北湖山下》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 尤其是《海日生残业江春入旧年》一句 得到了当时的宰相张岳的极度赞赏 他甚至将这句诗亲自书写 并悬挂于宰相正式堂上 成为文人学士学习的典范 王湾的这首诗为什么能够受到如此器重呢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地看看这首诗的内容 题目中的《赐》指的是旅途中暂时停留 在这里是停泊的意思 从诗题可知 这首诗是诗人把船停泊在北湖山下 目睹了那里壮丽的山河景象后写下的一首诗 诗的开始 刻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这里的青山指的就是北湖山 这两句是说诗人乘船在碧绿的江水上前进 驶向青山之外遥远的地方 表明诗人此时正在旅途中 乘船正好经过长江边的北湖山 接下来的两句 朝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旋 写船而缓行江上时所见 诗人站在船头放眼望去 宽阔的江面朝水涌动 江面几乎与岸齐平 那江面上的船只船帆高高的旋起 迎着河风向前方以礼前行 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这两句是说夜幕尚未退进 一轮红日已经在江上冉冉升起 当旧年尚未逝去之时 江南已呈现了春天的气息 主要描写的是清晨江面上的壮美景色 诗人把日与春作为新生美好事物的象征 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 赋予他们以人的情思 那么在这里诗人只用了十分简洁的语言 就将一轮红日在黎明时分 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的壮观景象描绘了出来 可见诗人练字造句极见功夫 由于这两句诗以高度精炼的语言 敏锐地捕捉到黎明之时春江之上的独特景色 显示出特定的时空表征 产生出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 从而成为快智人口的千古名句 最后两句 香书何处达归宴洛阳边 是诗人引用了古代有用大宴传递书信的传说 直书思乡之情 那么诗文说 此时一群北归的大宴正掠过晴空 诗人想到宴族传书的故事 于是拖宴捎信 樊劳因而飞过洛阳的时候 请替自己问候一下家人 那这句诗和开头的两句遥相呼应 使全诗洋溢着一种淡淡的思乡愁绪 宴族传书取自《汉书苏武传》 书中记载 天子设上林中得宴 足有戏伯书 阎武等在某则中 那这段历史说的是 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 被武里扣押 苏武始终兼真不屈 在北海牧阳十九年 汉昭帝即位后 匈奴与汉朝合亲 汉朝要求放还苏武等被扣留的使臣 匈奴称苏武已经死去 后来汉朝使臣又一次出使匈奴 当年随苏武出使的隋元 常会设法秘密见到了汉史 告知真情 于是汉史呢 依照常会的计谋 对禅于说 汉昭帝在上林院 也就是今天陕西长安县西 设到了一支燕 那么燕族上 既有一封写在卷博上的信 信上写明 苏武还被扣留在匈奴某一沼泽地区 禅于听后十分惊恐 只得向汉史道歉说 苏武等人确实还活着 这样 苏武历尽艰苦曲折 终于带着九名随元返回汉朝 苏武被匈奴扣留长达十九年 当初出使时 他正年富力强 到了返回汉朝的时候 胡须头发都变白了 燕族传书的典故 是中国古典诗歌中 很常见的写法 诗人常借这个典故 表达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那么从整体上来看 这首诗是一首行旅诗 描写旅途所见景物 表达思乡之情 在唐诗中颇为多见 但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这两句开阔的意境 却使这首诗 在佳作云集的唐诗中 都显得熠熠生辉 诗人无意说理 却在描写景物 和节令变化之中 道出了新旧交替 这一普通的生活哲理 自然而富有情趣 让人感受到一种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好的 最后让我们再来完整地欣赏一遍这首诗 四北顾山下 唐 王湾 客路青山外 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 风阵一帆旋 海日生残业 江春入旧年 湘书何处达 归宴洛阳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